我可以着重谈对基督新教的迫害 我想他经历了这样的三个阶段 在两三年以前 他是以浙江省 特别是温州地区为重点打击对象 因为温州的基督新教的发展特别快 据一些统计数据说 差不多有15%的人口是基督徒 而且在政府机关里面 做官员的基督徒 商人的基督徒 所以他基本上变成一个半基督教化的社会 所以从两年前开始 集中的打击浙江 打击温州地区的基督新教 然后就是对荷兰 荷兰是中国乡村的新教教会的 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 然后到了2018年 他就开始把这黑手 升向我所谓的城市新兴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对北京守望教会 对北京西安教会的迫害 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前段时间的讲演中 就已经点到北京 关闭了最大的教会 西安教会 还有在10天以前 对于成都 丘宇圣约教会的迫害 而且这个迫害它跟以往的一些不一样 我们看到这次取缔 这个丘宇教会 它不是用的 去年刚刚新颁布的宗教管理条例 而是用的社会团体的管理条例 而且它不是由宗教局出面来取缔 而是由民政部门和警察公安部门来 所以它有意思地把宗教迫害 这个规避和淡化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现在的这种迫害 用刘晓波先生的话来说 就是它的这种 对于公民社会的 对于宗教团体的迫害 它更加精致化 可以说是一种 有选择性的精准打击 对于宗教团体的迫害